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政权倒数计时恐遭推翻 叙利亚境内冲突随着总统发酵 阿塞德不断以暴力质押反对党而提升至内战规模 一年多以来西方强权在阿塞德政府血腥镇压人民时都袖手旁观 前联合国理事长安南促成的和平协定毫无成效 而联合国欲采取更强烈的手段也被俄罗斯跟中国阻挠 俄罗斯在叙利亚设有海军基地 俄国对叙利亚是个中东最大同盟国别有所图 而中国则反射性的支持暴力政权 但莫斯科跟北京这次可能把自己逼近了死角 因为不如一般预期的 现在看来阿塞德政权可能会被瓦解 优优独播剧